肝脏被称为护体大将军,肝脏作为人体的重要排毒器官,是抵挡病毒的重要挡箭牌,肝一旦出现问题,人的生命健康就会受到威胁,并且肝脏不疼不痒,出现问题很难发现,所以要了解肝脏受损时发出的信号,一边早发现,早,肝脏受损时,半夜两个时间容易醒, 一,半夜一点醒,睡眠不好会影响到第二天整个人的精神状态,并且长期睡眠不好,会导致身体免疫力下降,反应迟钝等问题,如果你常常半夜一点醒来,并且伴随着烦躁不安,失眠梦的情况,可能是你的肝火旺盛导致的,半夜一点是继续途径肝脏的时间,肝火旺盛,这个时间点一醒来, 二,半夜三点醒,如果半夜三点左右总是醒来,可能是肝脏的排毒解毒能力下降导致的,因为半夜三点钟是肝尖活跃的时间,也是肝脏进行排毒的时间,如果还伴随着多么不安,可能是肝脏受损导致无法正常工作引起的,肝脏受损时,身体两处会发臭。 第一处,口臭,出现口臭的情况可能跟很多因素有关,一般肠道疾病也会引起口臭的情况,但是如果是肝脏问题,引起的口臭味道会特别浓,是接近腐臭的味道,因为肝出了问题,血液中的尿液塑蛋,肝就会上升,这时就会从口腔,鼻子排出来,自然就会有一种意味。 第二处,体臭,这里说的体臭跟汗臭,液臭气味相同,当我们的肝脏情况受损时,它的解毒排毒能力下降,导致毒素无法正常排出,这样一来汗腺就是个排毒的途径,汗液增加,体臭就会加重。 肝脏受损时,身体两处会变黑,一,皮肤发黑,肝脏是带性铁的重要器官,平时肝脏中也会有铁的积蓄,当肝脏细胞受损时,肝细胞内铁就会流入血管,当血液中铁的成分加状时,面色就会发黑,这种症状最容易在男性和鼻睛后的女性身上出现。 二,鼻头发黑,肝脏功能如果紧弱,就不能正常把黄体荷尔蒙破坏掉,当体内的黄体铜加重时,皮脂的命量会呈现上升趋势,造成粉刺黑头增多。 所以,鼻头也就会发黑,日常养肝,做好三件事。 第一件,酱干火,自制酱火茶,每天饮用,残量,金银花,桂花,开局,蒲公银,做法。 一,将新鲜的蒲公银干洗净,切断,炒至成茶,备用。 二,金银花,桂花,开局洗干净,烘干成茶,备用。 三,准备小茶包,取蒲公银3.3克,开局0.3克,金银花0.3克,桂花0.1克,做成金桂菊茶包,每天取一包,热水冲泡袋茶饮,可反复冲泡2-3次。 金银花能清热解肚,输热散血,桂花香气柔和,味道可口,性质温和,不仅可以中和寒性,还有解除口干舌燥,肠胃不适之效,经常饮用,对于缓解口臭,出口腔意味有效。 它菊花能清干凝末,散风热,对干火啊,用眼过度的眼睛干涩,有很好的效果,临床上场与蒲公银配合适用,清热解肚,蒲公银归干,味精,聚清热解肚,保干力胆的功效。 善于清干热,但其清中有透,透中有清,即可清干又可舒干。 凡肝中越热所见的脊脏意味,口苦口干口臭,咽喉疼痛痛,小便短翅等,均可加用蒲公银,四只它配在一起,可以很好的给肝脏降降火,还可以护肝健康。 第二件,排感度,每天坚持做有氧运动,每天坚持有氧运动,可以使肝脏处于最佳的状态。 建议女性可以做一座瑜伽,是非常好的排毒运动,男性可以适时快步走,控制自己的情绪。 其实,最简单的排毒方法,就是控制自己的情绪,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,不要暴躁易怒,转扭脚尖,才能使肝脏能够正常的运行。 第三件,护肝脏,不吃发霉食物,一般最易受到霉菌侵害的就是一些花生,玉米,大米等等古物。 这些黄须梅素只有很强的致癌性,与肝癌有着密切的关系。 不熬夜,熬夜伤肝脏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,想要养肝,不熬夜是必须做到的。 要想护肝,必须让自己养成一个定时休息的好习惯,如果实在免不了熬夜,从饮食上或者是及时体检,以免延误病情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